昨天有个粉丝留言问我,黄油可以做什么? 那今天就用黄油做一个超级简单的饼干 而且特别好吃,新手也可以零失败哦 50克室温软化的黄油 加30克糖粉0.5克盐 再用电动打蛋器给它打发到蓬松发白体积变大 家里没有电动打蛋器的建议买一个 别心疼那点点,要不又浪费时间又浪费力气 拿一个细点的漏勺放一颗水煮蛋的蛋黄 把蛋黄过筛这样会更加的细腻 先用铲子把蛋黄和黄油混合均匀 再倒50克低筋面粉 50克玉米淀粉 给它们过一下筛防止里边有面疙瘩 先用铲子给它翻拌一会 直到没有干粉了,再用手给它抓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所有的配方我会打在视频的结尾 大家需要的话可以去截屏 揉得比较光滑后给它裹上保鲜膜先放在一边 再做一个抹茶口味的 今天做三种口味 抹茶味的前面操作步骤是一样的 只是少了5克玉米淀粉加了5克抹茶粉 还做了一个红色的是用了5克红曲粉 同样给它们合成光滑的面团 三种颜色的面团就做好了 再把这些面团分成每10克一个 搓成小圆球 再稍微大点或者小点也都没关系 全部搓好后把它放在铺了油纸的烤盘内 用大拇指给它往下按成一个扁扁的小饼干 烤箱上下火150度提前预热5分钟 放在烤箱内烤20分钟 这种玛格丽特饼干是没有任何难度的 虽然它很简单 但是它做出来是真的很好吃 掰开看一下它到底有多酥 一捏全是渣渣 入口即化呀 我还做了一个造型草莓的样子 我没有舍得掰开因为我准备拿它哄孩子用 我把草莓的做法放在视频的最后边了 如果你家里有孩子 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做各式各样的造型 草莓的同样是用手指给它按一下 整理一下小尖尖 再用绿色的面团给它搓出它的叶子 家里没有那么多的工具 直接用手稍微搓一下给它按扁 差不多就可以了 这么简单的饼干你一定要试试 唯有美食与你不可辜负 我可以试试试